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子 这两天台湾有一件大新闻 这个全网基本上都是 那么就是著名的台湾某政党的一个领导人 这个视频里我就称他为柯P吧 这个柯先生最近遇到了麻烦 那么今天我并不是想聊他这个事情 我是想聊一下通过他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些政治体系 一些法律体系的一些优势 我是想你这个视频来聊聊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简单点跟大家说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的 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这个情况 这么简单的说吧 台湾一直以来在这么多年 一直以来有两大政党 我就不说名字了 两大政党一直在主导 那么很多台湾人就觉得 光是这两大政党一左一右来回的 就是倒来倒去的觉得好像不是非常的得人心 那么最近这几年就有这个这个柯先生啊 这个柯P他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 然后柯P这个人呢 他曾经他当年当过台北市的市长 他当过台北市的市长 然后他自己有了从政经验以后 他之前自己是个医生吧 但他太太都是医生 都是做这个医务这一块的 然后呢 他们就自己成立了政党以后呢 变成了台湾第三大政党 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台湾大选里面 他们这个刚刚成立的新党派 居然得了选票数 就还非常的不错 特别是有很多大量的年轻人支持这个党派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党派是一个新党派 带来一些新气象 可以和旧的两个党派 一个党派就是我们说俗典 一个党派太多 一个党派不太多 就两边就吵来吵去 对吧 所以大家觉得 是不是应该有别的方法 去看这个两岸问题海峡问题 所以很多年轻人想法比较先进的年轻人 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选票 就投给了一个新的这个党 那么柯P最近出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这次虽然没有选上 当成这个台湾的领导人 但是他很多 由于这次选举 所产生了很多的这个问题 然后很多人就深挖 挖出来他当年 他当这个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他在一些用地 一些商务商业用地上面 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就怀疑他和这个一些老板啊 企业啊有交集有勾集 包括他是不是他的账务不太 不太不太透明啊 然后呢 他是被台湾的检查机关 可以说是强制拘留检查了很长时间 70个小时左右吧 当时按照台湾的法律 他当时并不是被捕嘛 他只是去配合这个调查 所以他中间其实是可以回家休息的 不能太晚嘛 但是他想回家 但是检查人员不让他回家 就直接下来了 这个算是类似于像扣押令 拘捕令一样 就把他给拘捕起来了 积压在这个所谓的 像看守所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前天后搞了几十个小时 也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定他罪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他还是回家了 就是 就是很正常的还是回家了 回到了家中 那么这个事情就能表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通过这个事情我想说什么呢 就咱们先不聊台湾 这个政治体系怎么样 但是最起码通过这一点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依法治国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网民 特别是支持这个科僻的网民 就会觉得台湾就是属于政治迫害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扣押他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一个真凭实据就这样无缘无故 把人给扣押起来 关了这么久 而且你也没给出一个说法来 对吧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是不太 不太合情合理 但是 我倒有另外一个看点 我自己的见解是什么呢 可能我是来自于草根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越是一个领导人 你越是一个政府的部门 你就越应该严格要求你自己 如果出了任何值得调查 如何跟法律沾边的问题 就应该比老百姓要查得更严 更紧 更加的严谨 更加的小心 打一个比方 如果同样的案子发生在老百姓身上 一个小企业家 他可能有什么事情 调查他十个小时 那么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市长 一个甚至于一个总统候选人身上 那么这个事情就应该要多 多多调查 老百姓十个小时 那么这个人我觉得二十个小时 三十个小时都不为过 这样反而能够说明 这个国家的体系 这个体制 确实是以人为本 而且更加要要求 这个作为政府领导机关 领导部门的人 他们更加要言于立举 这是必须的 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更好 更强大 更完善 不管在任何地方 对不对 以前中国古时候有句古话 叫做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对吧 在那个年代而言 同罪的话就已经很夸张了 因为他是天子嘛 龙之子 天选之子 他犯了法 居然能跟老百姓一样 这就已经算是很厉害 很不错的了 但是我认为 在当今这个文明时代 你越是天子 越是高层的人 你受到的法律 惩罚就应该越重 因为你的影响力 不单单仅代表你自己 你有一帮支持你的人 你经常在公开场合 发出言论 你会影响几代人 对不对 那么你能影响到这么多人的话 那么对于你的这个判法 那么也应该 对不对 我们开个玩笑说 你影响两个人 就按照两个人的量去判罚你 影响一百个人 按一百个人的量 当然你也不可能 打个比方 你判个徒刑 不能说别人判一年 你判一百年 这个也很夸张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既然能影响很多人 那么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应该是要加倍小心 自己要 首先自己要自律 而且监管部门也要严查 像我们大陆 前段时间 我们就不谈政界了 我们就说 娱乐圈 大家都知道的 当年这个崔永元 崔老先生 不能说崔老先生 小崔同志 当年爆出了这个阴阳合同 导致这个范冰冰 范爷 他要被罚款 多少多少多少 多少多少 其实我觉得就根本就不够重 我觉得应该更重 所以相对别的一些 这个演艺圈的人 他们如果 吸食毒品啊 吸食大麻啊 他们会被严格处理 我觉得这是对的 应该从严 绝对要从严 一般老百姓 你还能看在 情面上 可能能放松一点 但是越是这种 这个叫什么 有影响力的人 公众人物 越是应该 要重罚 所以台湾这次 虽然这个检察机关 扣押了他 这么长时间 结果也没有 一个结论 人家就说 当年扣押 这个阿扁的时候 生生扁的时候 很快就有证据 就把他定罪了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执法部门 那个检察机关 没有调查好 就善意抓人呢 这些咱们不谈 但是最起码 他能够在 连证据都不足的情况下 把他扣押起来 好好地审问他这么久 也是给所有别的 从政的领导人也好 政府部门也好 一个警钟 就告诉你们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领导 以后就能脱关系 对吗 也许这次案件里面 真的是有这个政治迫害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有可能现在另外的两个党派的 这个主要领导人 可能是想要做一些政治迫害 但是即便这样 他们自己也要知道 他们也许也会有这么一天 他们也会有一天 会被调查 会被控制起来 几十个小时 不让你回家 不让你出门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匹马 大家骑马 既然有了先例 那么以后 大家轮流作动的时候 大家都要按照这个立场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良性循环 严一点 不要紧 目的是为了杜绝 这些有可能发生的 贪污 受贿 或者是行贿 受贿等等这些行为 所以我觉得 我对这次 柯P被调查 我还认个话 不管他是不是 被政治迫害 但是最起码 这个执法机关 检查部门 能在这一块 能做出 这样的举动 好样的 我给台湾的这个 立法 这个执法部门 吃大拇指 而且台湾 以后慢慢的节目里面 我会越来越多的 去聊聊台湾 曾经我做过节目 聊台湾的这个医保 台湾的医疗 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 我最喜欢台湾的一点 就是台湾 它的这个人权这一块 因为我生活在加拿大嘛 所以加拿大人是一个人权大国 处处讲人权 所以我觉得对台湾这两年的民主人权 不管到什么程度 最起码人家不停的在去做 所以我在这一点上 我是非常喜欢台湾的 今年十一月份 当我访问新加坡的时候 我也会去台湾 我是这个计划已是已经定好的 肯定是要去的 台湾我有朋友在 所以到时候我也会好好地去感受一下 以后再跟大家说我的渊源 我曾经的第一本护照 就是因为台湾办的 结果回来没有去成 有机会我们再聊这个事情 所以这次去完台湾以后 我会好好地去感受一下 体验一下 然后希望能在四年之后的台湾大选 我想再去抽一个热闹 我是经历过新加坡大选的人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民主国家 这个大选选举是怎么样 当年在新加坡我还记得 哇这个大喇叭的街上喊 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么台湾呢我还没有经历过 如果四年后有机会的话 我可能会挑在台湾大选期间 去台湾去凑凑热闹 那么还是那个话 总结一下 柯皮有事没事 我如果他真的是无辜的 我希望他能够没事 不要受到刻意的迫害 如果他有事 曾经确实做过一些 这个不太好的这个事情 我也希望他得到严厉的惩罚 甚至于超过一般百姓 越言越好 这样的话 能够提醒未来的 从政的这些领导人们 你们千万不要 这个自己为事 觉得有点小权力在手里 就可以这个 胡作非为 为非作胆 对吧 当然我希望他能得到一个 公平的对待 对于 好吗 那么今天 我就聊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 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 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 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